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应该怎么说 你才觉得我没有绕完子呢 能不能让我干点真正的事 别把我当摆设 行还是不行 一句话 我呢 确实最近有一件棘手的事情 你看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跟金金说什么了 你让他干吗去了 那快快快 我就跟他说 让他跟各位主委去聊聊天 看看他们最近家里面有什么烦恼 在这儿工作得开不开心 就这么粗暴地宣布匠心 确实不合适 得挨个儿谈 一步步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 我就让他帮我去打个前站 我也好知道该怎么跟人聊啊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 我 你不知道他跟他们说什么了 老大 这下你安心了吧 什么呀 老学同意了 降薪规定只针对中级以上的主管 中级以下的普通员工 按照原来的薪资发放 先走了 这 坐 坐 坐 这小丫头是真能忽悠 我很好奇她跟您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呀 在不在乎公司的这个风评 要是有员工因为降薪离职了 或者到网上喷几句 再抖点公司的内幕 她问我有没有控制舆论的能力 如果有 这公关费是多少 和这个降薪这工资比哪个多哪个少 你别说我还真没算过这笔账 是 而且这传出去也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大家会觉得我们上市 是为了凑报表上的数字 而不是让公司良性健康地发展下去 是你让她做工作的吧 不是不是 那她说的是你给她布置的任务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跟她说是让她去跟各位主管聊聊天 看看人家现在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这样我也好挨个儿谈呀 谁知道她就直接来找您说了 这能做事是好事 我这还不想养闲人呢 虽然做法冒尽了一点 但好歹也算是在明面上 但也也如此吧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对了 你跟人家谦谦学学 别整天就这一身休闲的 你前几天穿都挺好看的嘛 咱叫英男啊 咱必定是美女来的 没别的意思啊 有情提示 淳有仪 人呢 我说你们怎么还不信呢 真的 我们不但要做加班狗 早晚被裁员 真的假的呀 就是这裁员啊 真的 你们还不听我的 我可是公司小八卦 天哪 你早来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 匠心求业绩 这是我的主意 是吗 那我刚问老学他也没否认呢 但确实他也没说事 那你现在去跟同事们成亲去 我成亲什么呀 不是就不是呗 要是你自己去 我说你这人有点奇怪啊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 不谢我就算了 还把我当坏人 谢谢 我谢谢你啊 马上我就会成为全公司的公敌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吗 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 你说 那你可想多了 我做这些 纯粹是因为喜欢这家公司 想让这家公司未来越来越好 你才来公司几天呀 你老卖老有意思吗 这是比我们主动辞职的意思吗 越传越不像话了 说要残员百分之三十的员工都有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 跟你说了小心听放 那是我的问题呢是吧 对 是我的问题 我这人不清 我管理能力不行 我就是逮捕特殊的那种无能领导 我就不应该从业务岗位 上升到管理层对吧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着啊 他在留绅士 你不想干了 没有 我说你傻 傻人有傻福 你不行了 不还有我们吗 大家都知道你靠谱 愿意帮你 领导做到这份上 可以了 果儿和你的 谢谢 谢谢 天地和你的 太贴心了 咱们这可真行啊 上班时间约见面 当时越来越大 先生 也没有 这不年底子嘛 能约出来见见面 就见见面呗 你家老徐最近还好吗 不知道 我没管 对了 跟你们说个事啊 我这趟旅行 验了个月 遇见了明星 是 是 先生 请不客气 不错啊 正牌小帅哥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又恋爱了 没你们这么夸张吧 反正听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觉得现在我满脑子都是粉红色的泡泡 这 喂 你干吗呢 我在外面谈 谈事呢 好巧 我看见您了 وي 我要去 五肥 五肥 五肥拿铁 两杯打包 三杯清水 你们喝 来 你不是见客户去了吗 怎么跟胖姐在这儿啊 对啊 我正想说呢 胖姐说了 两个客户都放我们鸽子了 一会儿问问的 你们都是大学同学吧 在聚会呢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下午约了什么 陈峰集团的周总谈业务吗 也被放鸽子了 你不是跟我说 你不是跟我说 这看着也不像啊 这 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爸特爱看李总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 发过你们的照片 你这么看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谢谢 聚会就聚会 干吗说跟周总谈业务呢 你的考卿不肖记得了 天儿 这位姐姐这气质 我倒是没扔出来是哪个 这位陈峰的周总 就是她介绍的 这位小姑娘 你过躁了半天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我嘛 我是李总的助理 我叫千千 很刚性认识她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手呢 提前开过光的 一会儿要摸十三腰的 那咱们家的微信吧 你这是当着上司的面 隔家闯门呢 这生意我是冲她 也不是冲你啊 你说这老薛 是不是该正正家风了 这么不懂事儿 也就是我 待会儿要打牌 不愿意坏了心情 要是换了别人 这生意早跑了 年轻人 年轻人嘛 慢慢教 慢慢教 你 你回去吧 胖姐 还没好呀 来了 来了 是不是跟你 阴阳怪气来着 你不是见客户 你怎么跑这儿来 我故意没带她去见客户 跟我生气呢 谁的客户都敢抢 告诉咱们算谁的 行了 你回去吧 喝咖啡啊 喝咖啡啊 露馅了 你说我刚才 我这么怕她干什么呀 恐怖嘛 就一个小助理 你忌惮成这样 他得是什么背景啊 谁知道什么背景呢 老薛的背景呗 心机挺重的 就是个半吊子 成不能有多深啊 你教训我呗 你刚才真的太淡静了 你就是人太好了 谁都可以欺负你 你怎么办 哪儿呢 老大找你 坐我干吗 有人告状 有必要那么大做文章吗 这个公司 从成立以来我就在这儿了 跟您这儿干了整整十年 我什么时候跟您要过加班费 什么时候不把公司当家 待在公司的时间比待在家里还多 就因为我跟他说了那几句话 您就要让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 做自我检查是吗 我行 这身为高管 在公司最需要充业绩的时候 你们以身作则 连助理都看不下去了 你还有理了你 你知道这公司造成多恶劣的影响了吗 我 高总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还吵不吵了 还吵你们接着吵 我待会儿再来 这老不下 我就是就事论事 这位是高总 咱们公司未来的大股东 将来能不能上市啊 全看着高总 高总好 这位是李盈南 北清大的高赛生 一毕业就到公司来了 一直是咱们公司 重点培养的业务骨干 我听说现在哈佛剑桥毕业的 都要去干前台的 那这十几年前 这北清大还是可以的 是 坐 坐 坐 老薛 这公司管理可不能感情用事 越是自己人 越要严格管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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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气就生气在这儿了 以后下次你再出口好 我就没这么客气了 是 是 我一时冲动 给您道歉 不行 能道歉哪儿行啊 对 那你过 你过 过来一下 您 您找我 那个矿工的事啊 他承认了 对了 还有 这今天这优秀员工评比 还没评的吧 没有 那你记一下 他就不参加了 公司 公司 必须得有公司的规矩 上罚必须分明 谁互读的都不行 包括我自己 那不 这 倒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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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自己对话 和自己对话 和自己对话 平淡是温柔的可怕 冷漠是争吵后的代价 他 已经脚步行装睡的人呐 生活是客奔 却忘了本能 麻木 却像自由的我们 他只是经过我的时间 我曾以为这是个终点 无声的语言 揉碎我的伤口 愈合幻想幻灭 我需要留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就奔向新的世界 回头的瞬间 和从前那个他好好告别 一切交给时间 喂 在哪儿呢 老大找你 找我干吗 贪心啊 他都那么说我了 还贪什么心啊 那这样行不行 我们不在他羞辱你的地方 好吧 去我那儿 行吗 不行 现在整个四十一老 我都呼吸不了了 我毕业的话 那你说 你说到哪儿 你说到哪儿 公司楼下咖啡厅 来不来 行行行 这样 这样 我现在就问老大 好吧 你给我点时间 老大说了 十分钟以后抵抗不见 爸 你跟他说 三十分钟 嗯 你跟我干了这么多年 你的心情我理解 让你受委屈了 这个芊芊是高董的人 这你不知道吧 不知道 高董不让我说 公司除了我以外 就只有杜洋知道 你也别跟别人说了 说实话 咱们公司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 最依赖的也是你 这你心里应该清楚 是 刚才跟你发火 主要还是做给高董看的 那芊芊在她那儿说了什么 我能不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说 把它安排在你手下 其实人家高董 原来找我要的位子啊 是总监 不是助理 你说这一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学生 到这来了就当总监 这不开玩笑吗 你也别太在乎这芊芊啊 说小话你穿小鞋 你就把它当作是 那高总派来的眼线 你就把它当个屁 甭管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只要我在公司一天 他就不敢动你 那您说的那个 优秀员工奖 是真扣啊 还是说说而已 哦 这话说出去了 我就没法收回来了 这样 我在别的地方 给你补回来 别信 补不回来 最近这公司的业绩也不太好 我也没有底气 拍着胸脯就跟大家说 如果上不了事咱们自己干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业绩好咱还上什么事啊 是吧 业绩不好赖谁呀 华东华中两个地区 大哥非得坚持业务外包 结果被外包公司坑得一塌糊涂 想起来我就生气 当然了 这是决策上的失误 我是有责任的 高董什么来历啊 很厉害 经他手上市的公司 又好几十家了 咱们跟他合作 成功的概率很高 那就好 哦 对了 那个原始股你抓紧买啊 等高董进了董事会 我一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好使了 自己买啊 当然了 那不是说好送我二十万股的吗 我是说的 送你二十万股的 优先购买权 我是没告诉你 自从高明孙决定跟我合作 太多人上门来买股份了 我身边那些哥们儿亲戚 以前给咱们公司带过款的那银行老总 都托人托到我老婆那儿了 你才开到什么条件了 前我们出 股份你带持 挣了五分或者四六 你拿六都行 都知道这是块肥肉 我说好不容易 咱说服几个股东拿出一部分来 说让你们这些中层高管认购 要是直接送给你 你不真金白银掏钱买 我怎么让他们相信 你能跟我同舟共计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北京迎来奥运会倒计时一百天 这是极为特殊的一天 奥运生活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也是普通的一天 同已经经历过的两千三百多个日子一样 奥运会各项筹备工作 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好舒服 从今以后啊 你们这个颈椎腰椎 就全都归我管了 请问薛总在吗 我就是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是非常希望你能来 工资太低了 美女啊 来 来 您是 我是薛大明的老婆啊 刚才你跟薛大明在后面讲的话 我全都听到了 他这个人哪 不会讲话 他这样子讲 你肯定不会来了 这是我们员工工资表啊 你看看这里 没有一个人哪 他的工资是超过两千块钱的了 那薛大明他自己一分钱不拿 他能给你三千块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我为什么 要在这个地方 来应聘 我觉得你应该去 你看这年头 能掏心掏肺的老板 是不是不多了 老板娘都出发了 连房子都抵押了 人家是有决心把个事业干到底的 可是 这种敢于舍命放手一搏的人 我还是挺看好的 你自己看看 我说学校讲 老板 怎么样 咱们的新车子 谢谢你 这车才开了五项目里跟新的药 那整个十一层 就是我们现在的公司 一层啊 我学校以后就给李盈南当司机了 回家 回什么家 找个地儿庆祝一下 没有了 回家庆祝吗 好嘞 来 上车了 对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项目介绍之后 就知道我们公司实质是做人家开发的 甭可以大大的 楠姐 楠姐 你没事吧 楠姐 被帮助 这玩意太不好事了 那个 刚做完业子 老板怎么能让你出这么远的差呢 好 许欣 干嘛 果然睡了吗 睡了 你来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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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了 你来什么啊 你来什么我没心情 没心情 那你叫我来干嘛了 今天 我在单位 把老薛给羞辱了 就有啥意思 被他骂了 当着大股东的面 完了 好 怎么了 今天 心情这么好啊 有什么好事 让我猜猜 是 该为了顺利谈成 对不对 是 是 你也不是没谈过大声呢 这次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这次我觉得 我太了不起了 我能够从 哑巴的嘴里面 把事情问出来 因为这一次 我们配合得太好了 这个默契 没谁了 我马上就飞去找他一遍 最主要的是 这次的声音 非常大 一起洗个澡 来 妈妈 弟弟吃了一干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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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儿啊 我跟你说 open 现在跟我说吗 行了 行了 挂了 挂了啊 二人 谁啊 我梦给你死去的爸爸吧 爸都死了那么久了 没关系的 我心里难受 我难受啊 我等你 他翻开 我的脚 兄姐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现在这不是这很大 姜曉白 姜曉白 你怎么回来了 你是说 你跑出来的 你可千万别跟我爸说啊 不然他又不给我刷卡了 我问你话呢 对啊 他们拿了我的行李和手机 我没办法我就跑出来了 你说 这算不算非法拒禁啊 我是不是可以报警啊 你不是说他们是你朋友吗 这是什么朋友啊 就一起旅游 遇到了就一起玩呗 这多正常啊 你们学校 不是下周才考完试放假的吗 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你考试了吗 没有 你爸明天出差 你今晚先睡着 还有件事 我可能是和他们拍了些照片 现在照片在他们手里 照片 什么照片 就 就 你今年才多大 你 十九 还是十八 我已经十八了 我不管 反正怎么招你也送我妈 你得帮我 就算你再不喜欢我 我也是谢家的长女 你两个孩子法律上的大姐 要是那些照片流传出去 对我爸公司的上市肯定有影响 你的财产也会打水漂哦 帮我 就是帮你自己 咱俩睡吧 还是回家舒服呀 太太回来了 妈呢 去打麻将了 来 这么早 太太 这么早的飞机您还送先生啊 你让老杨陪着去就好了呀 你不是也一样 这么早就起来给我做早饭了 这是我的工作啊 都是工作 对了 小白起来了吗 小白又回来了 这下饭又难做了 她吃饭太刁了 对了 天热了 一会儿咱们把夏天的衣服收拾一下 先生没有穿过的运动服 回头让你弟弟来了拿上吧 又拿东西啊 多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就这么一个弟弟 拿着吧 别客气 谢谢太太 喂 到了 你干嘛 干 干 你找人啊 都醒醒吧 我来拿江小白的东西呢 江小白是什么人 你们肯定是知道的 否则也不会盯着他下手了 开个价吧 你误会了 我们不要钱 我们有钱 那你们要什么 鞋 鞋 星辉夏季呢 出了一把限量环球鞋 亚洲区呢 一共就分到了两双 我们弄不到 小白她爸那么有本事 我相信她一定有办法继续吧 所以你们做了这些事 就是为了一双鞋 可以 鞋我可以帮你们想办 先把照片给我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啊 这个照片呢 我们本来是哥几个准备珍藏的 你要想要 拿鞋换 我跟你说了 鞋 我可以想办法 你先把照片给我 你跟小白是什么关系啊 你是她姐姐吗 你好 你好 漂亮 还挺胸 嗯 不理我吗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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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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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打人呢 你找谁啊 没人教你们啊 欺负女人 你没事吧 几个猫孩子 能有什么事 他们欠你什么 手机 把手机拿出来 拿出来 等等 跟我来 哪儿呢 那边追 那边追追追追 快追 这些小孩才十七八 就这么可怕 不是现在的小孩可怕 是自古以来的小孩 都很可怕 对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爱因 要不是我在酒吧 收东西 你一个人打算怎么办 你个倒霉孩子 快快快 快跑 就这么大个圈子 谁都认识谁 再说这些孩子 多爱自己 才豁不出去 而且 我还得过上海区的 自由搏击亚军 原来你有贝尔来 那是我多事了 过到热场 还是要谢谢你 我本来想送你上车 看样子没必要了 那 我还有别的事要干了 你自己小心 怎么称呼你啊 下次吧 再遇到再说 好 那 自己看一看 该扇的扇一扇 这么这么干 我爸娶你还真是有眼光 儿子 去哪儿 去找晓冬啊 你还要去找晓冬 对啊 不是 你不会真信了吧 他说我铁哥们儿 我俩配合起来逗你玩呢 行 不错 办事能力还可以啊 这都不生气啊 你挺能装的呀你 你这人吧 向来都是无力不起早 我肯定是对你有什么用处 你才会这么帮我 说说吧 你在盘算什么 我没那么无聊 还花时间盘算你 我上课快迟到了 你还有什么考验吗 一次说完 我爸公司最近不太平靠 他是不是嘱咐过你 让你看着我别出纰漏 说完了没有 全职太太不好干吧 从我爸手里拿钱也不容易吧 还要照顾我这个前妻的女儿 好惨啊 好惨啊 不过我呢 永远都是我爸的女儿 我不会拿不到钱 但你吧 可是随时都会被炒鱼的哦 丢出了 最近出现个女的 叫什么婉盈的 公司从成立到新三板上市 说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那你说她是后面的男人 得是多大的卡位啊 除了老郭 还有你家老谢啊 还真没几个有这个实力的 慢点 好香啊 是 我是怕我有鬼味儿 请进 明律 李瑶玲来了 谁 就那个家暴老婆的运动员呢 你说的是李瑶玲啊 她的单子我不接 可周律说让你听听看她是怎么说的 难道还要让我给她洗脑呀 可她来都来了 那我走 好 我在机场看到你了 我发现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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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她是什么 对 你 你 我 你 你 在黑暗中孤单颤抖 每个人都自作自受 送礼的高楼 童话太幸有 人们正先顾后 就算再随波逐流 再毫无保留 也换不来的片刻 灵魂自由 谁停留在我们 分开的那一个路口 十字路口 无论如何也走不到 城的尽头 光穿不透 任性的风 也曾经拥有 却又被带走 徒留一遍 无法释人的伤口 谁曾停留 谁曾回首 不过是借口 谁也能感动 心里的那座场 谁也来坚守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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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